好 这是我们应速方的这个备战 两边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南希跟小和这边开始算是可顺 只是最后有一个巨大的疏漏出现了 是 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人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心态 小和是死了 我哭了 南希就丢了这一点再打别的 我觉得南希表现出的这种大江之风还是不错的 就是遇到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挺沉稳得住的 他脑子想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但小和其实有点被这个情绪困住了 只看到了我犯了什么错误 其实就是人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危机时刻 才能看到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前面他都很自信 我们很优秀 我们很了不起 我们解决了所有问题 但是遇到了问题你就一对比就发现 还是南希跟陈的主 是的 那另外这边就是敬业跟玉成了 敬业最后还在认真地行行一行 换个字体 然后遇上说可以了我要被你急死了 快发了快发了 快发了 这一方面表现敬业是很细心的 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其实本身有一个 他自己很大的一个心理上一个卡 就是对抗性项目又来了 对 他不擅长的东西 对 他这次能扛住这个心理压力吗 我看好他 我也看好他 对 我的CP 嗯 不是 我不是我这不是我的CP 不是你的CP 哈哈哈 但是我CP中的一个人但是他也 是你的屁股啊对不对 是我的C 哈哈哈 说说看邱怡在直播里以后 cue你的事情 他就上了一个直播我也是无意间刷的 他家里养了一个柴犬 然后我家里也养了一个柴犬 他确实对男团不感兴 他可能关注的不是我 他一下就看到了那个狗子 哈哈哈 对我家的狗子 哈哈哈 他就说 啊在节目里给他打call他就很感谢 没有 OK 哈哈哈 所以萨萨跟程程都觉得敬业能够扛住这个压力 对 徐律你觉得他能扛住这个压力吗 因为庭审呢他是打有准备之战 对 跟辩论不一样的是不是限抛限检 对 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你只要把前期准备的东西在庭审呈现出来 是大段的陈述不是继续反馈 我觉得他能准备好的话 是应该能呈现好的 能过心理这个 对 我还是蛮看好李敬业的 看其实怎么选人的时候大家都想选他 对 说明大家很愿意跟他合作 因为他在工作过程中 其实是一个对别人的帮助支持很大的人 所以我也相信他一路一定会成长起来 我对敬业的成长我一点都不担心 而且我其实也完全放心他的准备的细致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 其实像敬业这种特别稳健性性格的人 他其实弹性没有那么强 他其实像这种平时很细心 每一步都走得很稳的人 他可能没有像肖哥那样那么快地做出调整 嗯 他没有办法很快变成另外一个人 而且他对面是一轩跟尹飞两个都是打过辩论的 他本身心理上就一直有一点处这个 所以我唯一担心的是这个 对 大家好 因为他这次跟益成在一块的话 我觉得益成会很强的弥补 他在这一块 对对对 叫益成去负责对抗 他负责去陈述 是 是 是